花蓮市公所委託台灣促餐顧問公司辦理莊淨段158-159D號 以及中校立體停車塔多目標開發可行性評估即先期規劃 而為了吸納更多人的意見也讓市民朋友知道計畫內容 花蓮市公所舉辦多場的公聽會 而市長魏佳賢希望未來停車場用地目標使用 除了增加停車空間外也能促進當地的整體發展 花蓮市公所日前委由台灣促餐顧問有限公司 舉辦莊淨段158-159D號 及中校立體停車塔多目標開發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公聽會 市長魏佳賢表示為了提升市區的停車效能 除了委託專業團隊來進行評估規劃 也藉由公聽會的管道要聽取更多名義 希望未來停車場用地的目標使用 除了增加停車空間以外 也可以促進當地的整體發展 在花蓮市莊淨段158D號159D號 跟中校立體停車場的一個主商段783-2D號 那我們知道過去有一些停車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接受非常多的一個民意的反應 那也來做相關的可行性評估 希望能夠把這個停車場能夠更多元的利用之外 也能夠增加停車場的基地位置跟基地面積 那我們經過我們可行性評估的一個廠商的部分 那今天也把初步的評估的部分 來給所有的公聽會的不論是地方士生民意代表也好 來給他們做相關的說明 那也經由這次的公聽會 也匯聚到不少的一個建議跟想法 那會再舉辦第二次的一個公聽會 那我們期盼有更多的民眾 如果知道這個訊息 公聽會的時間也能夠踴躍的來參與 給予更多的建議 那我們期盼未來花蓮可以第一個完成 促餐的一個BOT的計畫 也能夠讓花蓮有不一樣的一個招商引資的一個機會 那未來可以有不一樣的發展 不過多目標停車場究竟是否可行性 是與會民意代表關心的問題 包括了土地所有權、興建經費等等 還有未來的回收效益等 顧問公司也建議花蓮市公所和花蓮縣政府 及土地所有權的國產署能夠有合作開發的共識 同時在先期規劃更精準明確之時 可以擴大舉辦公聽會 讓更多人參與公共議題也意見交流 劉柳明順花蓮市報道 至少 約